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 1到4月 中国汽车一共出口137万辆 同比增加89.2% 出口总值达到2045.3亿元 同比增长了120.3% 今年第1季 中国在汽车出口上 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中国汽车出口的成绩振奋人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分析 当前国际汽车制造业的底层逻辑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产业布局 去拓展前瞻性的视野 防范一些潜在的风险 希望争取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屡创阶跡 是有短期和长期的一些因素去影响的 从短期来看 去年 中国汽车出口是达到340万辆 同比增长了55% 是第一次超过德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汽车出口国 那时候是第二大 去年 这个消息就令到很多厂商更加坚定 认为很有信心是不断地增强 形成一股 再向前走的一个正向的驱动力 同时有不少的厂商 当然他们也看到 在中国国内 市场出现了相对饱和的一个态势 内卷化的竞争是越来越紧要 甚至我们看到陷入一个 依靠低价大监制 做减价战 去切价钱 一种 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当国内汽车需求 现在暂时是饱和 有待进一步去发掘提高的时候 我们将正如的产能 引向海外的市场出口 希望消化中国国内过正的产能 维持汽车生产 企业的制造能力 这将会是中国主流车企 生存发展的必有之路 国内的市场暂时 已经 有点饱和了 所以我们向外发展 这是正常的做法 如果从长期一点来看 中国的汽车企业整体制造能力 研发的能力 服务的能力 品牌 运作的能力 通通都实现了很巨大的进步 具备了大规模出口的国际化的条件 中国的汽车企业製造商已经做得到 在另一方面 中国车企 海外运作经验也是不断累积 出口当然要有海外运作经验 国内的环境 市场已经很大了 国内的车企 这些内外的条件 一路的改善 促进了这些车企的能力 可以实现 更加大的国际化的目标 因为国内的规模有很大 海外的经验也累积到有很大 所以总体的实力已经足够 成为国际的车企在国际上抢市场 这几个月 我们看到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数字 是特别之劲的 特别之引人注目 这方面因为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的製造能力 是形成得非常之快 已经是领先的 在另一方面 有不少厂商 亦都看到 因为海外 新能源汽车的汽车 大部分 还是处于空白旗 他们没有中国走得那么快 他们可能在传统的汽油 那些engine 技术方面 是 做得很成熟 但是在新能源汽车 一个重新的跑道上 他们没有中国 来得那么快 所以 在技术上已经被中国超前了 这时候如果是迅速地 去抢占 海外的市场 占有率 以新能源汽车 作为一个进攻的缺口 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过 我们对于中国 极有可能在今年坐上 全球汽车出口 第一把交椅 这个事实 我们也要有一个理性的形式 就不要 纯粹 自满 或者是尖尖自喜 我们主要看到 因为其实在世界上 跨国的 车企 日本也好 德国也好 他们在几十年前 已经是做了一些 本地化的生产 比如说 日本是德国车厂 很早已经来中国 做本地化生产 就地的配套 销售和周边市场的辐射 他们做得很成熟 日本和德国的车企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几十年前 已经开始进行这个领域的探索 以及实际上 做了 我们 全球化的耕耘 是做了半个世纪 这么久的 所以你不要轻易 看了短期的数字 就认为他们 完全 被我们打败 完全没有竞争力 未必的 他经营了这么久 也有他的实力 虽然我们中国也有车企 比较早在德国 日本 意大利 美国 这些 技术发达国家 设立了 一些技术研究中心 代表处 但是规模 和体量也不算很大 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 其实很多发达国家 本身都是汽车工业的强角 意思 我们输出的那些国家 他本身也是生产很多汽车的 同时 是汽车消费大国 我们是我们 中国车企 输出的目标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同时他也是生产汽车的大国 这些国家 那个市场 很大 但是同时他们本身 也有 很大的产业 很多工人 很多车厂在那里 所以如果我们去 这些国家 出口汽车要在价值面上 跟当地的行业 进行一个合理的利益的分配 而不是单单就是 卖了那些汽车 就是算数 因为 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方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弹 对方可能会有贸易的壁垒 如果我们的汽车 真的是很强完全去侵占了市场 而他们本地也是 汽车工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来的时候 对方也会有点反弹 总结来说 中国汽车出口量 节节攀升 总体来说 当然是值得 肯定的好现象 但是我们要预期 后期可能 或者有机会 在海外的市场 会撞到一些天花板 那些副作用 是逐步可能会显然的 这些不是只是针对中国 一些老牌跨国的车企 都是以前是面对过这些问题 和经验教训的 包括日本的车 如果发展全球化的经营 其实 是不能够单单靠运气 或者一两次的 弯道超车 或者是赚短期赚 赚一笔钱就走人 这个不是长远的做法 我们应该就是依照客观的市场规律 以及每一个国家 发规的要求 尽量是深入 融合在当地的经济 在文化的环境里面 去生产 要合作共赢 不要想着你自己做了 因为很可能 根据历史会引起反弹 变成了人家有贸易的堡壘 变成了你的车就去不了 这样真正是融入当地环境 和大家 和当地的生产链是合理的分配 才能实现到中国车企 真正在今后壮大成为 世界上真正的跨国车企 另外我要讲讲 下一个话题就是 美国的债务违约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 以及政府关门是一个问题 在18日根据美联社的报导 围绕美国国会 如果 不提高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 就会导致政府债务违约 引起了很多种不同人的焦虑 令人联想到 过去美国政府关门的情形 我想提提 原来美国政府关门 政府停摆 已经试过很多次 过去30年至少至4次 之前亦试过很多次 政府停摆不是债务违约 美国试得很多 在政府停摆期间 就有很多 必不可小的工作 会继续在江 继续会做的 一定要做的事 比如可能 救伤 航空的管制 这些是必不可小的 但是其他大多数的 政府的联邦雇员 都会回家 办公室的工作 文件就堆积如生 国家公园的垃圾 也是堆积如生 这是政府停摆的结果 在美国政治中 原来政府停摆 或者是政府关闭 是当国会没有办法 通过足够的预算情况之下 是会发生的 美国政府是会关闭 一些政府的机构 暂时 停止提供 非必要的服务 这是试过的 通常在停摆之后 哪些会继续 运转 汽障 医疗 油证 军事 航空管制 或者刑罚 刑事的一些 处罚的系统 是会继续 然后 美国政府 经常都经历 历史上 最长的停摆 其实不是很久以前 就是2018年 至2019年 总共是停摆了多久呢 美国政府 35天 那次停摆 是什么呢 就是18年12月22号 因为参议院 通过不了 美国墨西哥 起场的 临时 支出的法案 特朗普拒绝签署 不包含美墨 起场 这个经费的临时 支出法案 导致美国政府停摆 这样 那这个 这次停摆事件的时间 都是很长的 那原来呢 美国的联邦政府 有时呢 是停摆的时候呢 是故意呢 是玩东西 就停摆一些 最受欢迎 或者影响的 一些项目 比如说呢 国家公园 博物馆 图书馆 或者是令到一些教师 或者是消防员 停工 那对民众 产生很大的 心理压力 和影响 希望呢 国会 就要屈服政府 的政策 通过他的预算 这个原来是有个名的 就称为 华盛顿纪念碑综合政 就是联邦政府 故意停摆一些 影响民生的项目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根据美国分析 原来政府 关门停摆 美国经常都有的 跟国家违约 是两件不同的事 国家违约是没试过的 那么呢 在过去30年 其实政府停摆 美国至少经历过4次 但是相比之下 债务违约 存在的不确定性 就要大很多 那么呢 美国在国内 如果真的是 美国的国债违约 对美国国内 甚至全世界 是造成很大 规模的 很大破坏性的影响 那么我们一说一说就是 两者之间有分别 一个政府关门 政府停摆 比如说国会不批准 给政府可以继续花钱的时候 或者撥款给政府的时候 就会出现政府关门的情况 政府就没有权力再花钱 那么在国会采取行动之前 就是再批准 用刺之前 政府呢 除了一些必不可小的工作 就会停止各项的活动 那么政府关门是对经济有害 而且呢 扰乱很多人的生活 但是带来的影响呢 是未到灾难性的程度 因为有些 必不可小的 事情是继续做着的 还有什么时候停摆 是很确定性的 根据两党政策研究中心 一位经济政策的主管 美国的 阿卡巴斯就说 他说我们知道 政府关门是什么情形 都试过的 而且大家都很清楚 出现这种 局面的具体的日期 大家都会知道 但是政府违约 债务违约是什么事呢 如果譬如说 好像现在政府 超出了法定的借贷上限 他不可以再借钱 那没有办法再偿还 所有债权人或者现有项目 支付他给不起了 就会出现债务违约的局面 债务违约的匹克定性 首先就是 这种局面发生的具体时间 是不清楚的 即是什么时候开始 给不到 是说不出的 美国总统拜登 财政部长耶伦 和无数的经济学家 就就美国债务违约的灾难性影响 发出过 极之 悲观的警告 即是说 跟政府关门是两回事 很大件事 那么耶伦呢 就是财长呢 在上个礼拜 在上个礼拜先说 这样做会 是毁掉就业 会影响到就业 和企业 当然了 还不到钱 可能他拿了很多国债 都没有 当然是影响 或者跟政府做生意等等 令到几百万 依靠联邦政府 的家庭 很可能是拿不到钱的 可能是 靠政府 拿救济金 或者福利的家庭 直接拿不到钱 因为政府根本 这次是违约的 已经 不是说 亦不可小 支出不出 其中 包括很多 领取一些社会 保障金 类似我们的中援 这些家庭 或者退休 老兵的 军人的生活费 都发不出 如果真的在这个情形之下 就是政府违约的话 谁会遭受损失呢 根据这位经济学家说的 他说 拿社会保障金的领取者 比如拿一些 社会救济金的 在政府关门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情况 是政府关门的 这些群体依然会自动收到 政府的资金 比如拿政府的救济金 就算政府 关门 他仍然有钱收的 但是 如果在债务 违约的情况之下 他们究竟拿不到钱 他觉得是未知数 有可能是拿不到的 那到最后 如果 真是今次 美国政府是 债务违约 不是关门那么简单 是债务违约 不给息 不给钱 那些债务 就变成了 究竟是哪个影响最大呢 很可能 都是在社会最底层 那些 窮人影响大一点 那当然 譬如那些大的金融机构 拿着美国政府债券 或者很多有钱的人 拿着债券 那当然 他即时 损失就很大了 但是 如果 昨天 通过 那也未必 他这些钱 真的完全没有了 但是 一些 譬如说 靠社会 拿救济金 一些 低下层的 窮人 他们真的可能 可能是 餐饭 餐吃 餐餐清 如果突然间 譬如6月之前 政府违约 突然间 发不到救济金 给他们 或者退休的老军人 那真是没有饭开的 即是即时 他已经 对他的生活 构成了 即时的影响 和危险 所以 这个情况 应该是 社会代价是相当之大的 等候 社会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给订阅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 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又可以在 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 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 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 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 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